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波蘭對上立陶宛的一個對決 最近終於拍到了一場不錯的波蘭的比賽 那這場比賽會有一點稍微的不同 那開局方面可能大家也會違心一陣 那我們來看下去吧 波蘭的話是我相當於推的一個文明 我非常非常喜歡玩他 我已經用他爬上了快1600分了 最近爬到1500物 最近由於拍片跟日常生活的關係 導致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爬分 所以目前還在維持1550 波蘭的文明我也算是玩到單挑也是有心得了 那團戰的話可能就是還需要再練一下 因為團戰的部分 波蘭外加遇到相同的宮果的話會稍微劣勢 像不列顛啊 波蘭伊索碧亞 瑪雅這種文明 波蘭總是會被打到有點傷啊 可能是我不太會打團戰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比賽 那稍微來講一下波蘭的一個能力 波蘭能力是 就是村民在黑暗時代每分鐘可以回復生命值 那 風劍時代回復10 那有一些玩家們 玩波蘭會喜歡玩風劍裝甲塔 好 快攻 裝甲塔 然後塔弓 然後再出小弓的一個打法 那其實波蘭這個打法是非常強的 因為村民會回血 那可以讓你在前面的村民前線回血一直持續 續戰力會特別的強 再來就是他的石礦弓可以產生石料以外 還可以產生黃金 就是說呢 你踩石頭會一直跳黃金 那就相當於你玩這個文明 會比其他的文明多一些黃金喔 別人的黃金總量可能就是上限就是那樣子 但是你踩石頭的同時 也會產生一些黃金喔 那我覺得算是 對波蘭非常友善的一個能力 原來你在波蘭打 城堡馬爆的時候 騎士爆 黃金是非常缺的 雖然有打折 但是有挖石頭 補一點黃金還是過得挺舒服的 再來就是來稍微介紹他的戰錘兵喔 他的戰錘兵我真的很愛用 不然是打單跳是團戰 我基本上一定會出 你們看這個價格 800肉跟600黃金 那只要55肉 共20黃金 就可以摔一隻 那升完之後 遠防是6的 那進防也是6 雙防都是6 然後攻擊力是14 然後每打一下 敵方的單位就會請 各檢疫防 進遠防都會扣 非常非常的強 再來就是他的金冠跟銀冠 銀冠的話是破了一個大特點 貴族特權 騎士費用- 黃金-60% 哇 黃金-60% 哇 等於你出一隻騎士 哇 不知道多少錢 好像只要三幾塊而已吧 哇 很省喔 這個價格比出小工還要便宜 再來就是金冠 金冠是輕騎兵可以造成 踐踏傷害 踐踏傷害就是 我們應該知道敗戰體 甚至聖騎兵那個踐踏效果 還有大象的踐踏效果 就是那種感覺 那跟斯大夫的王者貴蟲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他攻擊是會擴散 但是他這個是踐踏效果 就是你只要走到旁邊 他就會被你踐踏到 就會有傷害了 好 那來看一下 立陶宛 那立陶宛 是立陶宛沒錯 對 立陶宛的話在天梯上 最近很少出現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也蠻長一段時間出現的 可能是有NURF一下 這個立陶宛的生物 那他在單挑其實也算是蠻強的文明 但最近可能剛改版吧 所以立陶宛的出現率有點下降 大家都算玩曲折羅人 可能出場率就下降了一些 那立陶宛要特別講的是 他並沒有 強弩啊 那所以打弓箭的話會有點麻煩 而且打馬光的話 沒有安息人 但是如果硬要打馬光還是可以的 因為他有重壯 而且弓箭是全滿的 好 鄧堂 雪花 雪 拇指環 我都有 但是 比較還是會推薦他打騎兵啦 畢竟他是 沒哪一個聖物 騎士和他的寶兵 烈提斯 攻擊率都會加1 那最高會加到4 那但是 之前樂斧了 本來他是有3弓的 現在變成2弓了 不然之前有3弓的時候 攻擊力高得很誇張 那個騎士 解毀天滅地 最重要是他的騎士可以升到游響 搭肉馬也可以 以前我記得他的聖物是可以影響到肉馬的 現在好像不能 好像最早的版本吧 有點距離了 又在老人江湖時間 好 那他的步兵是偏爛的 沒有三級 給反攻三級攻 雖然步兵是完全一個殘廢的狀態 所以要打騎士對決的話 他的戳戳會偏爛一點 但是還是可以用 因為還是有大級兵 其實步兵只要有大級兵的話 對抗騎士還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對弓箭來說 會比較傷 但是你人家打弓箭 也不太會去輸級兵 所以這個 稍微一點爛還可以接受 該出的時候還是要出 好那馬的部分是全部都有 鞋桶跟跑速都有 所以他立陶宛打騎兵是真的很推啊 但他有點可惜的是 他的工程器有點半殘 什麼都沒有 如炮不能升級 也沒重頭 也沒有大衝車 都只能升級一個階段而已 那最好的地方還是他的生物的部分 那再來講一下這個一開始食物加150 這個能力呢 通常會拿來打棒棒橘朵 或者是直接黑跳城 那這150食物通常打黑跳城也蠻強的 因為你的食物就多了人家150 點真真就是直接多一隻鹿的肉量 比鹿的肉量還多一點點 那長槍兵跟戰毛兵的移動速度加10% 這就是打一個垃圾兵也蠻好用的概念 移動速度增加對步兵跟毛兵來說也算是不錯的一個效果 但打到焦土戰的時候才會出到 前期的部分 這個要來出槍兵也是可以 就是如果你真的劣勢的話 算是一個補足一個效果 但你們要注意一點 雖然有這些效果 但是他是沒有任何的經濟達成的一個文明 算是非常個進階的文明的選擇 基本上新手不太會去建議玩這個立陶宛 好那來看一下 目前 波蘭這邊兩邊都是要直層 哇很難得再看到阿拉伯兩邊沒有出棒棒的情況下 直接打直層的狀況 那直層的話這邊不知道是要爆嗎 還是要開TC 那波蘭這邊大魔坊 開始農了 那順便講一下大魔坊 大魔坊他是不是可以馬上收成農田 你只要農田一灑完 就可以收獲農田 這個要怎麼講 我們直接去看說明 好 農田大魔坊是在這裡 好 波蘭的特殊建築物 但是木頭是125木 多25木 那他可以立即收集周圍新農田的10%的食物 而且還可以提供5人口 這代表你蓋一個大莊園就等於補了一個房子 然後還可以立即收成10%的肉 那你一開始肉的肉量 就是你要看他最大肉量 然後去算10% 到後期片田好像是35肉 一片田可以直接馬上給你35肉 那8片田就很可觀了 80片田或70片田 一直這樣子採完之後又再手工灑一次 就立刻就給你好幾千的肉 所以那個效益是非常誇張的 好 簡單來說就是一片農田 波蘭可以少採10%的時間 簡單來說也是這樣算 然後還是立即給你那10%的肉 所以我覺得波蘭算是 非常非常好玩的一個問題 如果你喜歡暴露馬 打騎兵的話 我覺得波蘭也是蠻適合的 跟法蘭克比的話 我覺得沒有遜色 這邊肉馬應該是要送掉 這邊直接毒死了 唉唷這邊村民出來是要 應該是要蓋TC吧 人家上城堡時代了 那二級法蘭木已經上了 可以來看一下會不會上呢 這邊帶等木材嗎 OK已經按下去了 村民宿目前是波蘭領先32 好大概領先6村左右 那來看一下雙方的資源好了 OK黃金 好偏少 那波蘭這邊 沒有直接直層的關係喔 那還出了幾隻肉馬 大概三四隻的肉馬 所以導致目前波蘭上城堡時代有點卡 那我已經到了快要35村了 還沒有點下城堡 大概34村點下城堡 非常非常晚上城堡的一段時間 那黃金鞋才是剛挖而已 那這邊講一個算是我玩波蘭的心得 波蘭只要通常啦 只要撒16片田 然後點鎖水車 喔城堡時代一定是可以按上去的 那個肉量非常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喔殺掉一村 完美 要出來蓋TC的村被抓掉一村 小虧 那還行喔 怎麼樣這兩隻肉馬還是有錯到一點事喔 有點補足了一些 晚上城堡的遺憾 好來看一下這邊深城堡會幹嘛吧 這邊只能加速喔 好像不會打起來的感覺喔 然後他剛才突然感覺是要上層直接打 打兇喔 出奇事 那一集 品種也上 那一集馬卡也按下去了 這邊玩燒爆麻了 直接打對兄那一種 那會來蓋BK嗎 都已經看到BK在這裡了 蓋個BK是不是會對不起自己啊 那蓋BK的話就不能蓋TC了 這邊是選擇先下TC 喔是要打算跟對方開農了嗎 看一下這邊騎士能不能做到掩飾喔 這邊再不打出一點破口的話就有點難受 但是對方已經蓋了森綠 來招翔 喔唷這邊肉碼居然招到了 好招的騎士沒招到反正招到難招的肉碼 尷尬 那這個肉碼可以出去探查探查了 那這邊立陶宛的目標就是城堡 速城然後趕快去 拿這個遺跡喔 遺跡拿的越多對立陶宛就越有利 哇這邊應該要找到一隻喔 但是後面還有更多的老頭 OK招到一個騎士 但是後面還有一個老頭還在招翔 兩個老頭都死了 能再招到一個騎士嗎 沒辦法 哇這個老頭居然只 三個老頭只招到一隻 然後後面的老頭還在繼續出 對方死了兩隻老頭 那這邊 波蘭應該會趕快想要放下修道院 再來跟立陶宛來搶雞 不然就是繼續暴騎士 然後壓制對手的一個老頭去撿營機的一個機會 那兩邊洛馬應該都有在探查 對這邊有個老頭 有洛馬去賭老頭的路 哇這忽然玩家也算是 挺熟悉立陶宛這文明是怎麼玩的 只要低調嗎 哎呀沒低調 尷尬 直接送一隻馬 然後就上去打一波 哇又被招了一隻 但是老頭這邊 跑了回去 哇招到了三騎 這個老頭進得去嗎 哎唷進去了 哎唷讀得好啊這個老頭 哎唷再進去 哇這個就是城堡時代 老頭給騎士壓力喔 非常的大 哇這些老頭都沒有得 招響了 哇招到大量騎士欸 這騎士算多殘血了 當然招到也是蠻爽的 好那老頭這邊 11號出來 再繼續來招響 跟來撿影機 那這邊 哇這什麼東西 三修刀燕 生旅暴 但是這邊轉出了 射箭場 要出馬功了 這邊有四個射箭場 看來要來爆一波馬功 來counter 波蘭 波蘭其實算是蠻怕 弓兵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沒有三級馬鎧 但是他可以爆大量的騎士 那我有看過之前有幾個比賽 波蘭 雖然很怕馬功沒有錯 但 我有看過有一些打法是 直接上帝王 然後插三根寶在家裡 然後直接開始爆寶兵 寶兵的遠藏4-6 爆超大量 馬功沒辦法一級射掉 然後就一直在操控馬功 在後退 然後在秀寶兵 這個打法算是蠻強的 我這邊又招到一隻老頭 然後對方就要一直去控馬功 然後 波蘭這邊只要灑更多田 然後挖更多金礦 然後一直去把自己的寶兵往前送 非常的easy 然後對方總受不了 然後就投降 算是一個把對手的心態 打到崩的一個玩法 然後這邊老頭直接三隻送掉 招想到三隻騎士 但還行 喔這邊第四隻老頭也送掉 這裡還有一隻騎士 要打一下嗎 哇這邊直接被招了四隻騎士 走 這是馬功出來了 目前 唉唷這邊有一隻搓搓跟肉馬 想要來這邊巡弱一下 果然是有東西 這個立陶丸應該也是 經驗勞到的玩家 去拿遺跡之前 還是會行一些部隊過去探查一下軍情 阿不錯 哇看一下左邊這邊 老頭來招翔能招到一隻吧 哇居然沒招到 我的天 一直送一直爽 喔對面立場很不知道 已經送了多少紅金 這老頭了 應該已經破千了 十幾隻老頭應該是跑不了 這邊又看到一個遺跡 看一下他破爛的視角 破爛視角目前只有看到 對方爆了一個TC 目前是4TC打3TC 突然是3TC 那遺跡部分 立陶丸目前只撿到1顆 好那這邊 後來也開始在撿遺跡只撿了1顆 兩邊都是撿1顆的狀態 那地圖上還有3顆4顆 喔有一顆被撿走了 這邊看到遺跡消失了 唉唷馬上抓包 唉唷 又死了一隻老頭 但是馬公在這邊準備好 兩隻老頭去遭翔 應該沒問題可以遭到兩隻 阿結果又一隻被射死了 那這邊又有兩隻老頭 直接上了硬坦 這個馬公給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但是沒有關係 破爛這邊還是可以出戰馬的 但短時間內應該是要上帝王時間了 這邊肉已經存了1000多黃金也破千了 感覺是要上帝 沒錯上帝按下帝王時代 那手推色也按一下 讓自己經濟再更好一點 但肉好像是不太夠 選家裡的田 還是要泡著大中原去沿著蓋 才會有那個立即收成效果 好破爛這邊補下第4個TC 來你補一下帝王時代 沒辦法踩村民的遺憾 應該是沒問題阿 看起來是要暴露 打一波騎士或是肉麻 寶兵應該不會出了 因為我剛說那個打法算是蠻極端的喔 我算是一個常見打法 但是如果對方沒有想到的話 會有點手忙腳亂 剛好有人 這邊老頭五隻哪一次招掉五隻騎士嗎 一隻騎士兩隻騎士 哇只招到兩騎 喔三騎喔 五個老頭招三騎還可以阿 雖然還是有點小虧 但是立陶王這邊的兵 似乎有點太大啦 哇這邊有點多喔 好那立陶王確定已經拿到兩個遺跡了 左邊這個遺跡還是沒有拿到 那目前其實是夾二弓 不然這樣子立陶王上帝王也不虧了 跟夾二弓的話就像是三弓一樣 三級弓 直接給你二弓 所以不虧 好這邊神女過來看了一下 看來是要送掉了 火藍這邊還沒蓋到城堡 所以還不能爆出便宜的騎士 這邊趕快城堡蓋起來點一下銀怪 貴族特權 直接減免就死黃金 好果然 城堡一蓋好 頂下銀罐跟三級弓跟重裝騎士 好那再補下更多的馬就 看來是要爆更多的馬了 這個就是波蘭最強的一個打法 地出爆貴族 特權 然後來出一堆重裝 然後打一波 數量抵押對手 那這個打法有個注意點是 你田要再繼續掃 三十片田還是有點偏少 但是你今天可以足夠按下大量的馬 你看這個排程 非常的舒服 按下非常多隻 看到一隻要多少 只要三十黃金 我的天 好省 這邊挖金礦 被馬弓抓掉很多 這邊馬弓還沒有上重裝 因為還沒上帝王時代 目前馬弓是上了二弓 跟一房而已 這邊三弓好了 重裝要變身好了 完美 現在是波蘭最強的時刻 十二弓加四 十六弓的三派重裝騎士 然後只要三十黃金 雖然遠方只有四而已 但是大量的騎士 只要開始爆起來的話 對方馬弓量也沒起來 會很難打喔 這邊有少量騎士怪打 哇來看這個殺敵速度 非常的快 哇 雖然沒有三級遠方 但是砍馬弓的速度 還是很快的 哇死掉了非常大量的馬弓 這邊有一波交戰 這邊也被交換掉了 有沒有看到覺得 看這些重裝這樣送 覺得很可惜喔 但其實還好 對波蘭來說 感覺像是去送劍勇這種感覺 而且還是跑得很快的劍勇 哇 你看這邊少量騎士 追過來 繼續砍 哇 這邊馬弓死得好慘阿 這個血量差太多了 這個馬弓只有五十滴下 是不是沒有上瓶種的意思喔 怪怪的 那馬弓沒有幹 沒上瓶種 現在才按 哎呀難怪這個馬弓超級脆阿 五十滴血 送光光了 左邊這個遺跡看來也是撿到了 要確定就是立陶宛三個遺跡 那這邊是要打馬弓速度效益不大 欸立陶宛怎麼攻擊一直加1阿 看一下到他撿幾 那兩個而已喔 呵 兩個遺跡 哇 巨尷尬 波蘭這邊撿三個阿 哇 兩攻 那立陶宛的優勢完全沒打出來 那看一下立陶宛把他打個UU 打個寶兵也是不錯的 OK那這邊 哇 你看這邊 騎士遇到大量的攻堅還是很難受的阿 直接死了大量的重裝 四隻直接擺給 喔五隻 這邊馬弓速度越來越多了 這邊重裝馬弓升級好 然後血桶也OK了 血量不到80滴血 就比較耐打一點了 這邊再繞了幾隻騎士想來做騷擾 那村民宿顯示立陶宛領先二十幾村 我的天 經濟差距有點大 不然這邊村民有繼續補 可能要再按一下 可能忘記要補了 那專注在打前方 所以迷時間在補村民的樣子 OK又在補了一波 這邊村民宿只殺到一幾村的樣子 這一波騎士過去換速不太划算了 但是波蘭這邊實在是太省了 黃金省下一千多塊 實在是太划算了 波蘭這個耗金量極低 好那他有餘力可以出大量的遠頭 來拆那個城堡 那我看那個騎兵應該也不用控了 好直接讓他硬A 他家裡又繞幾隻騎士走了進來 想要來殺村民 走的有點太底了 並沒有打到什麼東西的感覺 這邊騎士也退了 先退一下 肉還是不太夠 補三片田 我自己打波蘭的話我會補到七十片 哇這邊三級田這麼按下去了 哇三級田按下去之後 就是波蘭的完全體了 最終形態了 你們看這個三級田之後 這個食物跳的多快 村民宿差距是二十五村 好大量 那村民差距這麼大 不知道經濟能做不做得上 這邊直接踩了一個高地 高地設地地 能不能打出一番作圍呢 看起來是可以的 把這個馬弓開始秀 齊發就可以一次射死兩隻 重裝 但是一直被貼著打 也不太好受 雖然是可以秀操作 但是這裡需要大量的控制力 這個控制力 需要非常大量 這裡馬弓好像才十幾隻而已喔 這邊是馬弓控的好 這邊村民是怎樣 沒有拿格西來踩東西 是要來手撕 遠投了 唉呀 這個遠投直接擺給六百斤 直接蒸發 這邊再升二級遠攻 好像出戰矛啦 戰矛在研發了 對手立陶宛 安塔三級伐木 這邊繞了一堆騎士牆來騷擾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波打的算是有把波蘭的金水打出來喔 反正我重裝便宜 就當一般弱馬去送 好扯 真的好扯 這邊有一波 馬弓看來是要被抓掉了 這邊有在控 家裡迷你被BBQ 但是右邊這邊金想要控來挖 但是又被控在家裡 哇這邊城堡直接蓋在你臉上啦 那剛剛就說到 因為我們的波蘭 挖石頭 可以有黃金 所以這黃金一直在跳 跟遺跡一樣 雙重遺跡的概念 盡量永遠用不完的感覺 喔只是感覺 但是打到這種焦土戰 黃金不太夠用的時候 石頭會產生黃金 算是一件小確幸 這個城堡又蓋了起來 還是個高地堡 那彈刀雪趕快下 這邊開始採一堆 戰毛兵來反制對手了 那化學還沒有點 化學點好之後 這個戰毛兵 就也算是挺能打的了 這個馬攻越出越多 可能這把立陶宛沒撿到太多 遺跡的關係喔 所以選擇不打馬 一講完他就按下馬卡了 然後二級龍鐵現在才按 哇對面立陶宛在雷啊 好拇指好按這裡點下了 然後化學點了 突然這邊確定是要打戰毛了 這邊射箭場好像有點少 可能要再補一下 這邊可能再補個幾個 會比較好一點 滿是射箭場要趕上 對手的一個馬攻數量 事物是不太夠的 右邊這邊 大量的村民萬人採目 哇這邊想要再立一個寶 直接不客氣 哇 這個村民瞬間場地 大量蒸發 好來看一下這邊 一個追逐 但是沒辦法 波蘭的馬實在是太脆了 我被送掉了好幾隻 但對面的馬 沒死半隻的感覺 大概只死一兩隻而已 但是這邊有強力戰毛 來跟你做個交換 反正我就跟你換 五戰毛 換不用錢 只需要木蟲 跟肉 不用黃金的 免錢的免錢的 那這邊馬攻就會很難受 那這邊再想辦法轉出一些馬 二級馬桿已經下了 哇怎麼感覺立陶宛這個馬攻優勢 沒有打出來啊 感覺好像在打小攻一樣的感覺 馬攻優勢一直被鎖在家裡 你只沒辦法出去做一個騷擾 那這邊波蘭也是一直爆馬 不給對手一個騷擾的機會 對手立陶宛也出了三塔遠投 這個城堡會不會掉呢 哇很多人在修單出去 讓你太少了 三塔遠投 城堡註定會掉的地率 會不會是成真呢 波蘭這邊我點一下了建築學 這個城堡血量增加 好已經忘記那個科技叫什麼能力了 四百目的那個 這邊村民殺了蠻大量的喔 直接村民已經差距20村了 我碰到這邊直接硬上這匹遠投 然來得及拆掉 哇這邊變戰崗 你在攻擊 完了 這個戰崗有可能會讓他 掉這個城堡 就不回來了 唉唷 剩一百滴 哇誰一百耶 哇這個城堡 從一百滴又修了回來 好扯 突然這邊石頭的量非常巨量喔 還有九百多石頭可以讓他修 看這個遠投真的是有夠不準 而且是低地打高地 就算鄭重紅心也不一定活得死喔 除非要真的像戰狼那種等級 才有可能一發必命 不然這樣子 換是 實在是有點難換 這邊轉出肉馬 但是因為沒有三級馬卡 被城堡射還是劇痛 還是被換掉了很多隻肉馬 這邊騎士上來想要再換一波 哇這邊波蘭怎麼又發大財啦 黃金又兩千多 這邊又繞了一些騎士 看一下波蘭的視野 波蘭並不知道這邊有更大的量的農田嗎 應該是有攤的 正面依舊在打一個暴騎士 這邊可以拉一些 騎士過去的話會更好一點 但一樣這邊有城堡在綁手 正面還是要為重心打比較好一點 因為重心部隊不夠 這個遠投肺就不換光了 還是要小心微妙 村民數好像有點過多了 我們逃亡這邊 似乎有點心理也不足 村民數15 人口155 沒有再去補村民 這時候應該還要再去補一些的 村民我一定要 人口沒有到200 就該補村民 我對這個遊戲理解是這樣子 人口就是 是經濟喔 人口只要是有空缺的 就代表經濟也是有空缺的 波蘭一騎兵出來 哇 這個貝奈弗之後 立陶宛的波蘭一騎兵 是沒有攻擊加成的 很慘 攻擊力只有11 哇 以前的立陶宛這個肉馬 也有攻擊力 現在沒有真的是蠻傷的 趕快趕快 趕快來大村民 再修一下 這也會太殘血了 這個波蘭一騎兵血量真是蠻誇張的 100滴血 應該算是這遊戲裡面 肉馬最多血的一個 肉馬變身的一個 單位了 看一下 這邊源頭能不能拆掉呢 哇 這場比賽打了15.9 但是這邊波蘭也轉出了 波蘭一騎兵 哎唷 這邊是不是有點出 劍踏 好像有點劍踏耶 哇 傷害挺高啊 波蘭一騎兵 山蠻夢啊 正面的部分 還在打 看起來是有點劍踏的 威力很強 波蘭 金怪也點下了 這個劍踏效果非常好 但數量有點少 而且肉眼睛 除了田劑 哇 真的不到70幾片田了 這個就是波蘭該要我田的數量了 但木頭好像已經太多了 不知道在多什麼了 44幾片挖木 哇 波蘭這個是標準的 用經濟砸死對手 好那這邊 跟烈頭換尊受不了 來出一些烈提斯 來做防守 烈提斯 可以無視 裝甲 我常常把烈提斯 跟打打的寶兵 拷分喔 這兩個人效果不一樣 打打的寶兵 是可以掠奪黃金 那這個烈提斯 是可以無視裝甲的 哇 左邊這裡BBQ 大量肉麻直接來鬧 川民宿死在108村了 哇 這邊人口處 一直在150人口 走路徘徊 那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 糟糕性呢 哇 這邊波蘭是怎樣 無聊到開始為家了 這算是一個小細節 讓對手無法讓 來到自己家來騷擾 這兩個立陶宛現在完全沒有餘地 可以到 波蘭家去騷擾 正面已經打到快要受不了了 哇 這邊直接來硬踩遠投 沒問題 這個量過大 立陶宛 波蘭一騎兵 9加2的一攻擊力 對上 波蘭一騎兵 9加4 還是沒有三級遠防 波蘭有践踏效果 攻擊力還是很厚 這個城堡是不是會掉呢 這邊斷金了 這邊斷金了 突然這邊斷金 想要來拆這個遠投 拆了一台 唉呦 這個城堡 剩下985 兩台遠投掉了 剩664滴 血量 這邊戰謀 過來硬點馬功 但是似乎 已經搞定了 這麵完全用肉淹過去了 我的天 哇對手是不是已經窮到沒辦法出了 哇食物只剩100 100食物跟4000食物的鮮明對比 就可以看出來波蘭到底多會濃了 明明他的田也是不錯多的 60幾片田 但是肉一直還是用不到 用不到像波蘭這麼多 可以一直無腦爆滿 哇這一波進去是不是要GG啦 這個很大量耶這個解不掉吧 哇你這個馬公廟是去追的話 正面也就Sick By了 哇但是這邊又繞了幾隻肉馬來拆遠頭 這個實際點非常正確 看到家裡被Buffy 2 趕快先派幾隻騎士去前面拆遠頭 看這邊鮮明樹掉的有點快 鮮明一直被殺 聖族山村 能不能狗下來呢 哇正面 遠頭還有一台 好新造的 繼續帶頭 那這邊波蘭一騎兵繼續再爆 哇村民樹差距目前有30隻了 那波蘭這邊有自己第二幾隻村民 果然意識到自己的人口太多了 這時候立陶宛才突然想到 啊要補村民 馬上來了 一大堆的村民喔 大概20隻 終於意識到自己村不夠了 肉不夠用了 哇兩邊的分數一直都蠻接近的 所以立陶宛一直覺得自己有機會 但是波蘭這邊又拿三道 三個遺跡 這其實還算是蠻有錢的 但是立陶宛這邊黃金已經墊底了 只剩下70黃金啊 木頭只剩兩個人在採 為什麼木頭沒人採啊 哇這邊木頭全部都去採農田了嗎 採木都被砍死了是不是 哇看起來是誒 好慘 這個是沒放出來喔 17隻村民在發呆 19隻 正面依舊在做一個礁土站 兩邊還在做肉馬交換跟戰馬 一戰馬沒再出了嗎 哇這邊已經不想控戰馬了 只是想用肉馬直接淹過去了 反正我有踐踏啊 一直踐踏一直爽 哇這就是我想看到肉 波蘭的畫面 波蘭就該這麼打 用經濟炎死對手 不用圍操 哇這邊來拖一個城堡 哇這個台銘點非常好 左邊進攻 右邊進攻 哇這邊右邊被打下來就GG了 右邊是立陶宛的一個農田經濟區 這裡被打下來應該就是沒救了 哇左邊那個馬功高地打大地 哇還是很壞 哇最上次的局果然 真的沒救了 這邊立陶宛已經 沒救了 村民差距太大 哇這邊波蘭還又刻意滴了幾村來增加戰力喔 家裡很多片田真的沒有人在採 都為了盾燒了 所以導致一直在發呆 那經濟差距就越差越大 反正是波蘭這邊越農越兇 看一下波蘭最後到的是有幾片田 70片田 很標準 波蘭就該這樣子爆 來看一下統計的部分 統計的部分 殺敵樹立陶宛殺了619 但是 輸了這場比賽啊 果然是用經濟打贏的 哇食物整整多了 立陶宛快要2萬的食物耶 你們想2萬食物等於可以造多少隻肉嘛 就知道這個經濟差距到底有多誇張了 而且這邊還是 波蘭晚上3TC的一個結果 而且這邊是立陶宛 陳寶先上3TC開爆村民 還可以打出這樣的差距耶 這真的相當不容易 追經濟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你看 整整差了4分鐘的時間 我的天 他這個14分鐘上城堡 好快喔 我覺得能到13分以內上城堡了 都是怪物啊 他這個14分06也算是怪物了 好來看一下春米樹 春米樹143春 那這邊 黃金產出多了1000塊 還不錯耶 多1000的確可以做到蠻多事的 好這個圖表是這樣子 好那 目前看起來 比較特別的就只有食物喔 食物真的是非常棒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